8月19日 有关、好声音、节目组 浙江卫视和灿新文化的爆料人在继续 网红陈大宝儿爆料称 当年他参加了浙江卫视的电视模特大赛 那个时候华少还没火 组委会半夜给他打电话要凉体 跟他说让他带着洗漱用品去楼上房间 晚上不要回来了 第二天继军就是他的 陈大宝儿当然没有答应这种侮辱性的要求 结果第二天去就被淘汰了 他说自己的模特生涯就止步于那场比赛 太黑暗了 歌手艾山江发布视频表示 自己曾经在参加出彩中国人这个节目时 遭遇到了恶意退赛和删减 当时在节目里 四位导师明明已经给了他晋级 就在他为第二轮比赛做准备的时候 节目组却突然通知他暂时回家等通知 最后这期节目播出时 艾山江的片段被全部剪掉 下一轮比赛也就不了了之了 节目组至今没有给他一个说法 虽然出彩中国人并不是浙江卫视播出的节目 但背后的制作团队和中国好声音一样 都是灿新文化 五位参加过好声音 录制的选手也站出来勇敢揭露内幕 参加过第二季好声音录制的歌手梁小俊爆料 第二季录制时 节目组去到全球海选 好多人在确认晋级后 把工作辞掉 学校休学 就为了回国录制节目 结果节目组在零录制前突然说 不让全球海选的选手去了 这让他们感到非常气愤 于是向各国大使馆投诉 节目组迫于压力 只好让他们回国录制 但可想而知 就是没有一个导师转身 梁小俊说 并不是导师不想转身 而是不能转 张慧妹就明确和她说过对不起 说她唱得很棒 但没办法不可以转 这帮国际选手录制完后 走出摄影棚时 发现另一群人正在往摄影棚走 疑问才知道 这些是已经被淘汰 但又有不录机会的人 梁小俊称 原来并不是没有紧急名额了 而是可能要留给那些交了转定费的人 今年 好声音 吉林地面赛区冠军 全国地面赛区亚军选手杨博然发文称 他光是在吉林地区角逐冠军 就已经被节目组以网络投票为名强制投入了1万多元 网络投票是主办方强制要求的投票系统 100元有1000多票的投票比例 他还算好的 有的选手为了最后晋级总决赛 在这个上面花费了10万甚至几十万 进入总决赛后 导演阻待地面赛区的学员都很敷衍 吃饭住宿行程都得自掏腰包 正式录制时像感激一样 上去匆忙唱一段就结束了 最令杨博然感到遗憾的是 他听现场观众说 最后他们这组选手上场时 导师的椅子是不通电的 导师即时想转也没法转过来 听观众说他是有三转的 但无奈导师转不过来 他唱完就被导演拽下台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知理亏 导演组还在录制的时候特意和选手强调 不要提李文 杨博然愤恨地说 曾经憧憬向往的好声音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真是应了那句话 不拿人当人 另一位名叫The Bugs的网友 也在爆料中提到了 花钱买名次这一点 他说 中国好声音是我参加过的 最恶心的比赛 由于他的分数排名第六位 并不是很高 工作人员员竟然公开告诉该选手 找亲友拉票就可以出现 评论区也有网友附和 我的吉他老师从县级比赛一步步走到省赛砸了十万 实在没钱就止步了 刘欢组学员徐海兴 学员李佳杰也都在此前发出爆料 这里不再赘述 此外还有一些浙江卫视罔顾安全问题的行为持续被曝光 例如逼杨子在冰天雪地里光着脚吃冰棍 好声音 节目组合浙江卫视 惨心文化的种种行为 令许多圈内人都难以接受 李文生前好友 娱乐圈中的老前辈珍妮 赤泽 好声音的每一位都欠缺良知 为名为力不择手段 即使同行也侮辱他们自己的本质 看不起 舆论眼看难以平息 不知道节目组还会再做出公开回应吗 好声音节目组 浙江卫视合浅新文化的爆料人在继续 网红陈大宝儿爆料称 当年他参加了浙江卫视的电视模特大赛 那个时候华少还没火 组委会半夜给他打电话要两体 跟他说让他带着洗漱用品去楼上房间 晚上不要回来了 第二天继军就是他的 陈大宝儿当然没有答应这种侮辱性的要求 结果第二天去就被淘汰了 他说自己的模特生涯就止步于那场比赛 太黑暗了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不仅让人们对于选秀比赛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再次产生质疑 更让人们对于电视行业的潜规则和不振之风感到担忧 在这长风波中 浙江卫视和好声音 节目组也遭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面对质疑 他们没有及时回应和解释 只是在事后发表了一份声明 称将严格遵守比赛规则和相关法律法规 同时加强管理和监督 确保比赛公正 公平 公开 然而 这并没有平息公众的质疑和批评 人们认为 浙江卫视和 好声音 节目组应该更加积极地回应这些问题 并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同时 整个电视行业也应该加强自律和监管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在这长风波中 不少人对于选秀比赛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产生了质疑 人们认为 选秀比赛的评判标准应该更加客观和科学 而不是由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决定 同时 比赛的整个过程也应该更加透明和公开 让参赛者和观众都能够清楚地了解 比赛的各个环节和评判结果 此外 人们也对于电视行业的潜规则和不正之风感到担忧 一些人认为 这些事件反映了电视行业的某些问题和弊病 在这个行业中 一些人为了追求名利和成功 可能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和途径 甚至牺牲自己的尊严和原则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人们呼吁加强行业自律和监管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一些专家认为 应该建立更加完善的制度和法规 对于电视行业进行规范和管理 同时 行业内的企业和个人也应该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道的规范 共同营造一个健康 公正 透明的行业环境 在这个风波中 我们也看到了公众对于公正 公平 公开的追求和呼吁 人们认为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 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待遇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实现自己的梦想 同时 社会也应该加强对于不公正和不公平现象的监督和制约 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正 总之 这将卫视事件持续发酵 模特字铺遭潜规则 多位好声音学员铺黑幕这一事件让人们对于选秀比赛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产生了质疑 也让人们对于电视行业的潜规则和不振之风感到担忧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加强行业自律和监管 同时也需要加强公众的监督和参与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共同营造一个健康 公正 透明的行业环境和社会环境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